就是網路影片的人說 只要把可樂或啤酒 冰到冷凍空裡 大概三到五個小時之後 一打開就會瞬間結冰喔 嗯 那看起來 這做法好像跟水差不多嘛 只不過水呢 是要這樣搖一搖 而這個可樂跟啤酒 打開瓶蓋就好了 那這樣子 我們就先起碼冰個三個多小時 再來觀察啦 好不好 來來來 玉助實驗成功啊 祝今天實驗成功 成功 解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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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來來來 誒 已經冰了三個多小時了 趕快來看看 有沒有辦法瞬間結冰 來來 可樂你先看 我先看喔 對對對 你先看 會不會結冰呢 好 一 二 三 沒什麼嘛 啊 那這樣就好了 看一下我的BG好了 沒有這些泡泡而已啊 為什麼 奇怪 是因為冰不夠久嗎 可能喔 有可能喔 對不對 好啦沒關係 那我們就再冰久一點嘛 反正之前冰十幾個小時 等我沒都等過啦對不對 沒在怕 沒在怕 對好 那解散 解散 很好 做實驗就是要這樣子嘛 有耐心有恆心有毅力 每隔半小時就開一瓶可樂 和啤酒來觀察 最後總是會見真章的 對 不過眼見六個小時時間 秀一下就過去了 我們現在只剩下最後一瓶可樂了 這次實驗會不會成功 就看它了 來吧 如果有失敗要砍掉重練 啊 砍掉重練 對啊 要全部重來啊 天啊 我們今天是我的希望 拜託啊 準備好了喔 祈禱 數到三 天理 一 二 三 快點快點 快點 快點 我超酷的 現在才轉台過來的觀眾 睜大你的眼睛看清楚啦 這可是千真萬確 完全沒有造假的可樂瞬間結冰 看到了沒 從上而下慢慢變色 短短二十秒內 結冰過程一覽無遺 而且啊 這個瞬間結冰結成的 還不是一個大冰柱 而是充滿碎冰塊的可樂冰沙哦